大家好,我是五仔 我們的愛情系嘉賓本身是戲歌 今天用窮飛龍來頂檔 先頂檔吧,我是飛龍,大家好 因為窮飛龍今天好像有些事情想跟我們分享 我們這台有很多讀L看的 有些未拍過拖,有些拍了拖 其實拍拖最過癮的是怎樣開始拍拖 拍了那些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拍拖 未拍的更加不知道,那我們就討論這個話題 提起拍拖這件事 我以前拍過一套叫Cuty vs 義氣女 那時候,我原意是 Cuty裏做的事是女生有意思的 義氣女經常黑後黑臉 例如我送你回家,我自己行 這代表女生對你沒有意思 但網民懷疑他們未拍拖 他們不是這樣認識的 他覺得那個女生很帥 那女生很帥 我想 反過來那女生說 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家 就會覺得麻煩 對,覺得麻煩 因為那女生說 你住在哪裡,住在天水圍 這麼遠都算 其實我想在現實生活 有一個這樣的女生跟你說 當然是更漂亮 要看你喜不喜歡 其實你已經撿到 撿到 不是,那個女生有意思嗎 他不喜歡你,他不會叫你送你回家嗎 兩體 有些可能是貪悶 有些就當你是冰 可能未必是送我回家 然後在途中可以說 我看中了一隻Cucci 你不知道的 但有些可能是真的喜歡你 看情況 其實你說送你回家 也有很多章節可以分枝 譬如說送我回家 我家裡沒有人 那又不同 很多玩法 你說這些 我都覺得是的 送你回家 起碼叫有機 說不用那些 就不用了 是啊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環 送回家 但是我自己 你說拍拖 怎樣開始拍拖 我每一次 其實每一次 那女兒喜歡我 我都知道 其實很簡單 你喜歡那個女生 和那個女生喜歡你 根本是感覺到的 我自己心目中 我覺得我有些拖 人生裡面拍少了 因為你只有一個 你不拍得太多 我們小時候 都試過很多女朋友 但都是拍不完的 你而已 我不是 我拍得完 我不會拍不完的 我拍不完 有些女生 你感覺上 第一次看到你就喜歡你 甚至她之後 她都和你吃飯 她都和你表白 但是 真是 第一次 沒有辦法 我覺得這次 你找我過來做 是非常適合的 為什麼 我和你的喜歡 一定不一樣 不一樣 是的 我很少女生 第一次看到就喜歡我 是嗎 是的 沒有啊 如果你說 多見幾次才喜歡 那些都是太慢熱了 我想 很簡單的 你說喜歡一個男人 你看到她 用生物的角度 她是比你優越 其實就已經是重要 我好奇了 是的 你最快認識多久就開始拍拖 快嗎 是的 最快那次 不拍拖了 不如發生關係 哈哈哈 不是第一次見完之後 我真的沒有試過 我起碼 我以往拍拖 最快的那個 都要三個月 是 我慢熱的 你慢熱的 有人對方都慢熱的 我看對象 是的 有些你不只是男生狼 其實男生每個都想狼的 有時候女生更狼的 反過來 我以前是很多時候 拒絕一些 你今天看回 其實很明顯的女生是喜歡我 是的 我以前有病的 什麼病啊 我經常喜歡一些 她不是很喜歡我的人 我也是 這樣說的 你喜歡那些人 你主動去追求她 通常追求不到 是真的 是真的 因為在追求女生的角度 你試了低價 為什麼 我很喜歡她的女神 你當然會特別討好她 但是這樣 那些女生反而是會有防備之心的 是的 那時候我真的有病的 我喜歡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沒有意思 其實我周圍有幾個女生都喜歡我 我全部都沒有嘗試跟你們開始 是嗎 是的 那我今天想起來都覺得蠢蠢的 就是你沒有可能 有些人說其實 有人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那你試一下這個 你未必是不對的 是的 但是我那時候真的是 我對著目標 周邊那些我盲的 硬了 有些看回周邊那些更漂亮的那個 是的 所以你那些叫病 那些就叫正常 如果我暗戀住一個的時候 那邊又有 不要緊的 一起住 是的 然後我繼續暗戀 因為你暗戀的通常都不成功 但是你都要對得住你祖先 就算不是遺傳下一代 你都要把你的基因揹出去 是的 我不管 有些人甚至有些熟悉我女生之前 很久以前就說 你這傢伙也挺遷就手的 哈哈哈哈 是很遷就手的 其實可能以前看的電影也是這樣 我以前很喜歡看梁朝偉的《風塵三合》 我不喜歡看那些 我不喜歡看那些 我喜歡《懶純情》 《秋天丁童話》那些 哦這樣的 搞得無端下我變了主角 不是的 我看梁朝偉以前有一部電影 其實他那種概念 你看拍戲 其實在現實生活 有些人所謂的多情種子 根本就是那種 你在醫院裡和護士單一個眼 大家有意思 然後就進去他們一個私人的地方撿劑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有些人去抱 或者你的人是 不是叫出來玩 你有那種能力 如果對方又能夠給你一個訊號 基本上就是這樣濫交 你看過《風塵三合》 有啊 身邊有沒有朋友像梁家輝那樣 我 哈哈哈哈 小時候 梁家輝和袁永爺 是不是袁永爺 哦不是 他說他本身有個正印 然後出去殺殺滾 不是 我不是那個 我不是那個 我不是正印那個 那個是炮友 是的 那個是一個長期炮友 比較臨線 好像最近哪個歌手都發生這些事情 誰啊 手指尾 那個什麼 遇到你中出即飛 哈哈 不要說那些 免得說到別人 等下不開心 又說我們抽什麼水城 到底是要認識的 哈哈 這些都是拿來講的 不是 看看《風塵三合》 可能有人沒有看過 說到袁永爺那個角色 應該是炮友 到最後 但其實一直以來 炮友都很喜歡他的 是 很喜歡梁家輝的 我沒有 我沒有亂關 我是像梁家輝那種 叫做沙沙滾 也不是 都會周圍追求女 不是說現在 可能以前 10年前以上 我試過數過 一次過追求28條女 真的數著手指 你說一次過 一次過追求28條女 怎麼有可能的 怎麼沒有可能 例如我在主題公園 有400個演員 有200個女生 有些很漂亮的女生 試一下行不行 你又試一下那個 試一下 不是說 他們會知道 他們會說出來的 可能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追求28條女 另一個男生都在 你不怕他們會說出來的 我想他在 我可以這樣告訴你 在那些女生 未認識完女生 的時候 我已經認識完那些女生 是 我快到 以前追求女生 不是我追求女生 是有那種感覺 之後就一起了 是 我快到是 當我身邊的男生 跟我說 那條女生都很漂亮 我就說 那條女生 在一個禮拜前 已經跟我拍拖 是啊 快到是這樣的 你有沒有反應 不是吧 是啊 他這樣 他跟我那條女生 乘巴士的時候 說好聊 遇到一個什麼 挺好聊 這個啊 然後我說這個啊 我轉頭拖著他給他看 快到這樣 所以 以前沒有男生跟我做朋友 我告訴你以前 他覺得 賺錢的時候 甚至很多男生在背後 直接中傷我 其實不是我真的追求女生 是我太容易 跟別人墮入 那個情景 就是告訴你 有些人說 怎樣可以拍拖 只要你很容易 跟他突然間 不知為何 好像偶像劇一樣 你製造到那種畫面 那種情緒 就可以了 反過來 我認識我的音樂朋友 是比較內斂的 是 是 我有些朋友 就贏了一個女生 喜歡他 他也不想 那時候試過 我以前有開車 我開車的時候 我有一個音樂朋友 跟他在錄音室做事 有時候 兩個男生悶悶的 說 我們幾點兩點 出去游一下車 接著他可以叫一條女生 睡覺了 接著三個半夜 睡覺了 叫他下來就下來 這麼厲害 下來了 最好是 他坐在後面 兩個男人坐在前面 我朋友不跟他聊天 只是跟我聊天 那你的朋友不行 這樣就不行 我問我的朋友 你不跟女生聊天 那你的女生還不是有意 他說 可以的 他習慣了是這樣 然後女生說 我習慣了這樣可以的 即是他喜歡他在他旁邊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 其實這些是好女生 這個女生就是護士 所以有時候 他晚上出來也不害怕 你知道護士很大膽 不知道 你說這個性質 不是一模一樣 但是阿希哥有一點特性 他就是坐在我旁邊就可以了 那件事完全不關他的事 他說我在你身邊就可以了 就像是那種 他以前也是護士 不知道護士是有什麼特性 有一種輔助人的特性 就是護士一向都是輔助醫生 我想護士習慣了坐在那裡沒有工作 在那裡等工作 不知道 他是這樣 但是有些女人不可以這樣 有些女人自己很有主見 出來不是他出來做什麼 我肯定我拍拖的女生不是這樣的性格 不是什麼 你這樣坐在那裡 肯定他很快就給我面識 會啊 有些會 但是有些女生真的不會 所以要選擇 因為我拍拖的女生的風格比較少 所以說回一個題目 一開始講到 怎樣才會開始拍拖 其實你問得怎樣 其實通常都沒有份 這件事很自然的 通常你想怎樣可以跟他拍拖 你認識他 你都不是那件事 你是那件事你不用想的 當然 是不是 好總有人跟我說過 近十年TVB的劇 我就少看 但是如果在我印象中 以前的電視劇 尤其是TVB 所有拍拖的方法都是錯的 那是怎樣的 不知道 在我印象中 因為有些人說 在電影 通常開始拍拖是不說 我們拍拖 我們一起 這樣就拍拖 一來鏡頭就是接吻器 不知道什麼 或者拖手 各樣都有可能 但電視劇 尤其是TVB 通常說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 我真的很喜歡你 大喊的 真是 真是 我以前以為 看電視劇 都說了 都是我的 即是周凱薇那些 你先下來吧 答應你 那些 很老套 原來不是 當然不是 從來都沒有試過 我真的沒有試過 最後我自己經驗的拍拖 是不需要告訴大家 不用的 其實這不是用把口說的 一定不是的 那種親戚關係 其實 我太多的經驗 通常都是女性做主動 她會自己走來 哀哀蹦蹦你 可能女性聽眾 聽到這裏 都會覺得 你喜歡這男生 你跟他有機會一起走 他就主動自己想拖你的手 聽完我真的很妒忌 我沒有遇過這些個案 不是吧 我不是你今天的外影 哈哈 我 OK 我的case student是另一件事 是 是你主動去哀蹦他們 不是 是 令到他有 知道我喜歡他 嗯 但我又不說 是 接著 看看他有什麼反應 是 因為這樣會比較穩固 我小時候都像你這樣 但是這樣不可以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你要做這個戀愛劇集中的男主角 你就要做一個戀愛劇集中的男主角的款式 哈哈 是的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不是 但有幾款 真的 有一些是 有一些是不需要 那些什麼 尤其是你看少年針 明明那個男主角很平庸 但不知道為什麼 口供很多家 你自己走過來 哦 那些少年針 其實我被他們教壞了 那些書被讀人看 哈哈哈哈 假的 全部都是 對了 有一個很傻的在旁邊 你經常說 不要煩我 我喜歡那個 但那個其實很正 是不是 神經病 給讀L看 讀L就說 如果我是他 我立刻按下廠 這些就是 就是電視劇和那些 漫畫教壞人 對 讀L哪有女性元 說真的 有女性元的都不叫讀L 但其實主要是你自己不是那個款 你不是營造到那個氣氛 無論是外表和那個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經常說感覺 有沒有感覺 就是感覺 我以前有個朋友教 他說 這麼久追求女朋友 這招十四十多 是嗎 我也有一招 你先說你的招 他說 第一 你當然知道女生不是太抗拒你 是 然後有一天你突然送了一件很貴的禮物給他 神經病 用錢 我們那些不用的 你再說 一手就牽著他 神經病 神經病 還有萬事萬靈 我的朋友是這樣 因為我的朋友比較有錢 這些太不符合經濟原則了 我告訴你 陳世間可能只有人類 或者是一些比較沒有那麼原始的人類 才用這一招 我曾經跟人分享過 有一條肥仔 我說完之後 他說狗公 你這招實在太狗公 其實這招也是有聽我表弟的朋友說回來的 沒有那麼顏直 沒有那麼有型 沒有那麼有型 就不要用這招 要不然會被人當你變態佬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我用這招 那些女人 我喜歡得不得了 就算是拍拖也好 不拍拖也好 那些女人真的喜歡得不得了 那招 但是我跟一個肥仔說過 我肥仔跟一個女人耳口同聲說狗公 這樣 整件事不狗公 可以很浪漫的 就是問他 問他 問他?拜登 差不多 但是拜登 這些不能說太多 這些不能說 那些可能是爺孫 那些是親人的關係 我這隻 其實我聽我表弟的朋友說 我表弟的朋友有十條女 他說他比魏小寶 他全部都是同一招 他說那個人很厲害 同一招 一來他看到 我不是說有那種感覺 男女之間有那種感情 不用拖手 不用石咀 近一點 索他兩下 你的味道很香 搞定 我記得 我頻道的女生也有說過 他覺得 一個男生摸他的頭髮 是侵犯他嚴重的 搭他的肩膀 是的 在頭髮中的肩膀 其實頭部有很多神經 是很厲害的 你的調情 就算說到去 做愛 你摸他的頭髮 也是一個很厲害的 但是你的朋友都可以搭肩膀 對嗎 父母都可以搭肩膀 但是你的頭髮 我經常摸女兒的頭髮 你可以 因為頭部有很多神經 很敏感 所以為何說髮型師 可以追求女兒呢 經常摸摸摸摸 所以有些男人 聽我媽媽說過 我媽媽曾經去剪頭髮 然後說 我爸爸知道那個是男人 然後說 不要去剪 都會吃醋 明白的 這招也可以 這招也可以 以前的人說 回大陸洗頭 是嗎 我以前 也有 這招小時候 沒有那麼厲害 用到這個臭角 都是用頭髮 你的頭髮看起來很滑 可不可以讓我摸一下 如果女生讓你摸 其實就搞定 對 都是這些招 但是 都是那一句 你做就行 有些人做就變成騷擾 你看看你怎樣去包裝自己 我覺得這些不可以怨人 有時候 你說 又不夠你高 又不夠你成 但你的傷下巴你自己吃回來 很多事情都是 你要做那件事 你就要很破釜尋舟 如果你要做一個瘋狂的生存方式 又要喝汽水 又要不做運動 又要夜睡 打機 又要看瘋狂話題 你又要做情性 我覺得就不可能 就算連我都不可能 如果我又不收蝙蝙蝠 又要做剛才說的那些瘋狂的事情 如果我去做那些事情 我覺得自己都是色彩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一個男性摸一個女性的頭髮比較侵犯 還是觸碰她的背部比較侵犯 兩樣都可以侵犯 比起我兩樣都可以做到人很興奮 其實有些朋友都是混淆的 就算沒有感情 就算這些都可以療起另一個異性的肉火 我怪不得 那時候我頻道有一個女生 就是這樣被一個男生 在背部尿了個心 然後去告她 因為她覺得那是一個很嚴重的侵犯 對 而且有些女人根本性感大 不只是那些性器官才有 就算摸背部也是一個敏感大 所以她們會覺得很不尊重非禮 但是在法律上 背部也沒有事 不是完全沒有事 她也是可能用其他公眾體動作去拘捕 但是非禮如果不是那個敏感部位 又不是那麼容易告到非禮 因為有得爭論 我只是朋友而已 但是老實說 我自己呢 我剛才說到很能追求女生 但是我跟你說 我對那些女生 我完全不會身體接觸 我覺得不需要 直接不需要 反過來問你 如果有個女生說 哎呀 很累啊 那男生就說 那我幫你按摩 那女生不介意 你覺得那女生 是嗎 這些情況是 通常 這樣說 你說那些女生很累 第二句她就問我 不如找個地方跟我睡一下 我說真的 有幾個女生 按摩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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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是搞得定了 身體接觸 按摩是調情的一個部分 一部分 就算你們結婚 男女 是老公老婆 按摩之後 就可以做其他事情 這個一部分 其實任何身體接觸 都可以 令到你變成那樣 但是你不要亂碰 我覺得 我自己 因為其實男女 都會有這件事的衝動 我會令女人主動碰我 是啊 這麼厲害 當然 其實你走去碰的女生 因為我試過是不行的 如果你主動走去碰的女生 那女生是會反感的 當然不會主動 就是有個女生主動 沒有辦法 那些法律是保障女性的 我們這些被人抽水 什麼所謂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說 這些情況都是 要你這樣的外型才行 這麼大隻才行 我這些不是很大隻 同一個方法 有些未必可以 不是說大隻的 就是高 那些女生 其實這一招 高大的男人 其實是很有趣的 你只要走進那個女人的制空圈 什麼制空圈 制空圈就是 《最強弟子兼一》 功夫中所說的 制空圈就是 你會碰得到她的距離 如果一個高的男人 走進你一隻手的位置 那女人要握高頭望你 基本上那一下 那個女人已經是輸給你 搞定的 很多樣東西 基因告訴你 其實這個叫做演化心理學 你和這個男人繁殖下一代 你就擁有他的基因 你的兒子就像他那樣高 但我有時在街上 我覺得看得多了一個女朋友 比男朋友高 是不是 都看得到有的 多了以前沒有那麼多這些個案子 其實有時候的女生 不能選擇 但很奇怪 其實他們很年輕 男和女都很年輕 你以前有可能說男有錢些 或者女的年紀也不用 才會這樣 現在不是的 很年輕也是這樣 不關事 他們拍拖試一下 還有男生有其他優點 不只是說外表的 你說優脈 個人優脈 說話 能言善變 這些都是女人很喜歡的 所以 我轉了做說話 很多異性 同性都有欣賞 很多異性都很欣賞 像飛龍那時候 那些女人喜歡聽男人說話 很多朋友都說 很喜歡黃子華 說棟篤笑 覺得很棒 然後那些女生 喜歡黃子華 說棟篤笑 都說現在很喜歡聽你 說話 你能夠說話 說到很有條理 那些女人都很喜歡 我以前也試過 有一個女朋友 很喜歡跟你聊天 我覺得跟你聊天 比見面好 這個又不同 通常你喜歡跟你聊天 不是說特別喜歡跟你聊天 不是說你很聊天 通常是你喜歡聽她說話 那些女人喜歡說話 通常說跟你很聊天 其實是她能夠說話給你聽 她能夠說話給你聽 如果我剛才說的 能言善變 就是因為 你要成為一個地方的領袖 或者是一個普通的管理階層 可能是小有小的領袖 大有大的領袖 這個口才基本上是必須的 你說話不好 很難去到那些大佬位 正常一定是崇拜強者 怎會是崇拜弱者 這個世界 所以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非常之有優勢 又高達威武 又口才好 你覺得而已 大家給面子而已 其實追不追女兒 我自己知道 其實你說要教人 我都教了 我不是拿來招職什麼 我又不會出去追求你的女兒 我又不會拿很多女兒出來追求 以前就會 現在不用了 你認真的話 其實感情一個都夠煩 夠煩 不是夠煩 是夠煩 你也明白 我們這些上了岸的人 又何必要出去 搞那些嘴巴的事情 周圍追求女兒 不用了 我現在去了另一個階段 自己有個女兒 我覺得對著女兒 其實突然覺得 不需要再說 發生什麼 其實整副精神 去了女兒 是的 我的精神都在廣播上 怎會真的認識這個認識那個 有一刻你還未生兒 他不知道 我以前不太明白 經常 兩夫婦說 要爭個撫養權 隔壁那個幫你養賣 給了他 給他 你自己又不用煩 你自己自由身未出去認識別人 但不行 你是婦育 原來不是 真的自己是婦育 寶貝 是的 這些題目 講講溝女兒 也會講到生兒育女 其實說真的 真的 演化心理學很適合 你想一下 你是對的 你和那個人一起 為什麼你和他一起 因為那個基因已經決定了 你和這個人生出來的孩子 是強過你本身 就有你沒有的優點 所以你會喜歡他 你想得通這件事 其實你不會沒有拖拍 你不會孤獨中老 這個就是人類 我當作動物 去看 這個就是演化心理學 一定是100%對的 今天討論到這裏 其實要無限地說 直接開個課程出來說 我下次可以說一下 我有個學生 有輕度智障 他也能追求女生 大家想知道 有什麼可以知道 原來這樣也可以 不是笑他 真的可以 那個又有另一個個個案 在心理學上 我立刻有得解釋 我對女朋友是正常的 這些絕對可以解釋 不過就下次先 好嗎 今天時間是這麼多 謝謝飛龍 拜拜